嗯 龙蛋得宜 画得不错 富家 更衣 臣妾告退 电视剧为啥要加一个如意给甄嬛画美的戏份 淳飞母子和永章一下子倒台 甄嬛作为太后当然知道有猫腻 于是就把海澜叫到了慈宁宫 让她跪在殿外跪了一晚 尽管已经虚脱 海澜也不肯招任抢后卫这事跟如意有关 如意为了拯救海澜 必须得去救一趟海澜 这就是甄嬛的坑 如意进去之后先把海澜撇清楚 就开始了坦白举 她丝毫不掩饰自己动手算计 还说这后宫谁不算计 甄嬛竟她三分坦诚 罚贵海澜也是为了皇家颜面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太后心知肚明 可在剧里 甄嬛特地把如意叫来画眉 就是考验丧礼上的事 是不是她窜夺的 她背对着如意 面前放着一面镜子 不用回头就能看到如意进来的神情 并不是慌慌张张 而是很有规矩的请安 这就顺利进到了第二道考验 甄嬛随便用了个理由 把福家打翻了 顺势就让如意给她画眉 明面上化妆 实际上就是看如意的心理素质 手里拿着眉笔 还要回答太后抛出的问题 但凡手抖一下就是心虚 如果停顿时间太长 那就是大脑运转 说明心里有鬼在组织措辞 甄嬛不藏着掖着 直接用一些炸弹问题砸过去 可距离的如意却是全程没有参与 所以丝毫不慌 不但回答得行云流水 还很仔细地把眉毛画好 既做好了本职工作 又没有让甄嬛找到bug 甄嬛也从镜子里看到她一脸认真的模样 这才肯定了这件事和她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在画眉完成后 传输给她自己的宫斗经验 等真的做到了后卫上 不要像怡修一样 为了情爱落得个悲惨下场 看似平淡的一场戏 却是婆媳之间的大较量 没有任何火花 可是之间的摩擦 如果稍微有一点起火 就会爆炸 剧里的这场戏 也是太后作为过来人 给未来皇后的一个告诫 只可惜如意啊 没听进去 是钱的心得的 你要是喜欢 就把样式给你送过去 好 如意传中出现的这些漂亮的花盆底 真的仅仅是个装饰品吗 在剧里可以很明显看出 老年缓缓和大家穿的鞋 有点不一样 在前几集 甄嬛作为嫔妃 也是穿着带小根的鞋 可是后来四代即位之后 她穿的花盆底 变成了厚平底鞋 类似于现在的松高鞋 首先 这就是身份的象征 作为上级的宫斗冠军 就进入了养老阶段 年纪大了 也就穿鞋厚底的 防止崴脚就够了 既能保持美观 还能彰显身份 而年轻的嫔妃们就不行了 什么花盆底 护甲定制衣服 都要往身上弄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何况那么大个后宫 只有一个皇上 也都是想着 发的打扮得漂漂亮亮 好争宠 皇帝们不喜欢 汉人女子们裹脚的习俗 于是就下令禁止蝉足 但满足人 还是觉得汉人的小脚好看 于是就研制出一种高跟鞋 既能显得身材高挑 走起路来如若柳浮风 婀娜多姿身材曼妙 又能显得娇小 最重要的是 古代女子的脚 是属于非常隐私的部位 用旗装遮住脚面 再穿上花盆底 就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这也是当时后宫 流行花盆底的一部分原因 花盆底分为两部分 上半部分是斜面 这些都是用布和绸缎做的 也可以绣上精美的图案做装饰 而下半部分是用木头做的底 用白绫外表或者涂上白粉 如果有想法或者爱美的妃子 可以在底上面画上漂亮的图案 花盆底上窄下宽成梯状 另外还有一种元宝样式的鞋底 上宽下窄 这种结构就相对稳定 不过也还是需要丫鬟在身旁扶着的 而像如意这种身份尊贵的 鞋面上还会挂有流苏 而且还能做几双精美高定 虽然当时宜休已经倒胎 可身为格格的他 依旧是唯一能带护甲的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他从出场就是比别人高一阶的 怪不得电视剧里的娘娘身边 跟着俩仨丫鬟一群太监 还动不动就把孩子掉了 位分高的直接坐着轿子出门 看来无论古人还是现代 爱美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为啥傅长狼话对如意又怕又怂呢 如意不过是见了高细月一面 做贼心虚的皇后就脸色惨白 一脸苦瓜相 生怕自己这么多年的伪装被发现 而扎龙在一旁旁敲侧击 拿折敏黄贵妃说事 两句话把他吓得心神不宁了 这就是和宜休最大的差距了 宜休哪怕是亲自动手 听到四大爷说纯元的时候也是镇定 只是微表情有些变化 这就是差距 傅长狼话在如意和高细月刚过门的时候 就送了绝育手镯 然后如意在冷宫无意间摔掉手镯 把里面的零零香撒了出来 这才让他发现这个秘密 而在原著中是如意得知海兰有了身孕 想拜托江宇宾把手镯送给好姐妹当礼物 在拿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在剧里这手镯就是个空壳壳 衔接口藏着药丸 可小说里这个手镯藏的零零香极其隐秘 如果不是因为海兰有身孕也不会发现 这个赤金莲花手镯是由大颗的翡翠珠子串起来的 而每颗翡翠外面都有莲花形状的赤金片护柱 然后翡翠珠身上绕以藤蔓形状的金丝缠起来 而掉出来的两颗被摔成了粉碎 才发现翡翠中间是镂空的用来藏药丸 直到这时候如意才发现端倪 可如意并没有很伤心 因为她虽然身在冷宫 却只会海兰操纵苏绿云害死了复查狼花的二阿哥 如意感叹自己原来提前报仇 当时海兰害死永莲来报写的时候烧纸 剩下的残片被和静公主捡了去 跑姐知道这事之后就开始害怕如意了 她不只有扎龙的宠爱还有算计 即使困在冷宫 也能隔空诅咒自己的孩子 复查狼花不知道的是 在之后又一复查族的人被送到扎龙身边 她直接被扎龙赐了同款绝语手桌 也算一报还一报了